接下来看一下关于上市公司的收购和重组 从最近几年主观题的角度来看 上市公司的收购和重组是考核的热点 而当我们把知识点进行了回顾以后 发现确实这里面知识点也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上市公司的收购 收购人 谁是收购人 那么这里是一道一致行动人的概念 那对于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 当事人的义务 这个考核也是更频繁的 收购人应该怎么办呢 他有禁售的规定 也有锁止期的规定 对于被收购人应当如何如何 这些我们不再重复了 同学们可以结合这个刻件 和我们基础的讲义做一个回顾 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 也必须要进行持股权益披露 对于大股东需要进行相关的披露 涉及到一系列的规定 这样的规定 实际上是最近两年教材的变化 仍然是我们今年考核的重点 而对于前一披露的内容 以不同的情形 分为检视的和详视的 我们以前在选择中是考核的 在要约收购过程中 教材详细地介绍一下 要约收购的整个过程 关于要约收购的公告 可不可以取消 要约收购的时间可不可以延长 如果出现竞争要约怎么办 要约的条件是怎么样的 那么对于股东可不可以预售要约 强制要约的情形 什么时候可以触发强制要约 而对于特殊类型收购 教材介绍内容相对比较多 但是从考试的转捩来看 恐怕还是协议收购相对重要一点 协议收购中要考虑 协议收购时的过渡期 过渡期内的安排 如果是管理层收购的话 要求有哪些特别的条件 而对于间接收购 通常指的是对上市公司的母公司 进行的收购 曾经在一道主观题中考过这么一点 但是这一点难度并不是很大 而对于重大资产充足 我们把它分为普通重大资产充足 特殊重大资产充足 这里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比例 普通是50% 特殊是100% 那么它的分母是什么 区别在哪 特殊的重大资产充足 它有一个前提性的条件 都要记住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这里存在的一些特别的要求 这些都是需要记住的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 上市公司收购中的收购人 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超过一定比例的时候 就表明已经获得 该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那么获得多少比例 算作你控制该上市公司的 持股50% 这个时候是绝对控股的状态 答案选B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 下列各项中 投资者假公司和投资者乙公司 不属于一致行动人的 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 一致行动人的判断 是一个很常见的考点 那我们对一致行动人的认定的标准 通常就是要么是股权控制 要么是人事控制 要么是这样的一种业务控制 对吧 好 那看A 投资者假和投资者乙 同属于一个母公司的子公司 也就是说他俩的背后 都有一个母公司 那他们俩一定是个一致行动人 B 投资者假公司的董事 在投资者乙公司中担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事控制 C 投资者假公司是投资者乙公司的 控股股东 那乙公司一定会听假公司的话 两者就是一致行动人 B 投资者假公司的股东 投资者乙公司的股份 假公司的股东 持有乙公司的股份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通常不会构成一致行动人 因为这种股份的同时持有 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 假乙公司之间的行为步调一致 所以说这道题答案选D 再来看一下一道多选题 假公司的小收购以上是公司 那根据规定下列各项中 可能与假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的 有A 假公司的母公司 那假公司的母公司和假公司之间 步调会行为一致 对吧 这个时候是一致行动人 B 与假公司同时受控于A公司的丙公司 也就是说假和丙 它的背后实际上都是A公司 那这个时候假丙之间也会进行 意思表示的协调 构成一致行动人 C 持有假公司35%以上的股份 同时持有乙公司的股份的丁某 那么作为丁某自爱人 当他持有某公司30%以上股份的时候 再与他同时持有被收购的上市公司股份 这个时候丁某和假公司之间 也构成一致行动人 B 假公司的董事长张某的亲姐姐 持有乙公司的股份 那这里就讲的是关于特定的人事控制 对吧 那么如果是假公司他的董坚高 以及董坚高的特定身份关系 包括父母配偶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的配偶等等 这里的姐姐就是董事的 这样的一种兄弟姐妹 所以这属于我们法定的身份关系里面 那这个时候他的姐姐同时持有 以公司1%的股份 所以说他也构成一致行动人 这道题答案选ABCD 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对于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定障碍 就是什么情况下不得收购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 A 曾经富有数额较大的债务清偿完毕不足12个月 这个时候他是可以收购上市公司的 我们说讲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要求 指的是富有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没清偿 且处于持续的状态 就是欠债一直没还 他现在已经还完了 不影响他继续收购上市公司 B 曾担任丙公司董事长的张某 丙公司因为不可抗力被宣告破产不满三年 我们说过 如果他作为具有不得担任董坚高情形的那五种情况之一 这五种情况没有出现在正线法里 出现在公司法里面 公司法里其中就讲了 如果担任企业破产的这样的董事长 那么因为负有个人责任的 未满三年的不得担任董坚高 如果具备这种情况 是不得对上市公司进行收购的 但是在这里面大家看 虽然这个公司他破产不足三年 但是张某对于这个公司的破产不负有个人责任 对吧 因为这是一种不可抗力导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影响张某继续来收购假上市公司的股份 好再看C 在过去一年内曾因发布虚假消息 被证监会处罚的丁上市公司 他因为在过去三年内 如果受存在的证监市场的失信行为 就构成我们上市公司收购的反应障碍 所以说像C这种情况是 在过去一年内没有逃出三年 所以说他是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D已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2%的一个公司 可不可以再收购 当然可以啊 我们讲那么多的要约收购 它都是从少到多慢慢的多的 对吧 所以在这里对于已经持有一个上市公司股份 我们没有一个上限 这取决于收购者的意图 所以在这道题里面依法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 是选项C 看这样一道单元题 这道题的考核的同样是 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相关表述 错误的是A 被收购公司可以向收购人提供财务资助 这是不可以的 那么收购人要收购被收购公司 那是不能够由被收购人来向收购人提供 这样的一种资金的安排 如果这样的话 它是涉及到我们对于资本市场的一种 一种不当行为或恶意行为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允许的 B 实施要约收购的收购人应按规定 编制要约收购的报告书 通过要约收购报告书来报告要约收购的 相关的期限数量价格等等 要约收购人在做出公告后 至收购期限借满前 不得卖出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如果你要是在做这样的一种要约收购 那在要约收购期间 你买可以 卖是不允许的 B 收购人通过集中净价交易的方式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 当收购人最后一笔增持股份登记过户后 视为其收购行为完成 最后一笔登记过户 这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表述错误的是选项A 来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一道跟时间有关的题 就是上市公司收购人 收购上市公司股份后 这个股份他需要遵守锁定义务 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得转让 多长时间内不能转让呢 选项B 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答案选B 这样来看一下持股权益披露的相关口点 看这样一道题 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 取得了以上是公司7%的股份 然后又通过集中净价交易的方式增值股份 协议取得了7%增值5% 按照规定假设需要进行权益披露的 这个权益披露的时间节点 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知道一般来讲我们是卡在5% 对吧 当持股达到5%以后 这个时候需要进行披露公告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协议转让 什么叫协议转让 协议转让通常指的是一对一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股权转让 有可能我一比从你那里取得的股权 就会超过5% 这个时候你强行把这个超过5%的 这样一个股份把它分成5%和其他 就会显得不是那么的准确科学 所以我们在协议转让的时候 我们是以你取得的该笔股份到手 过股完成后这第一次第一时间 作为你的第一次披露时间 那也就意味着这里的7% 当你通过协议收购的方式 取得7%股份的时候 第一次披露的就应该是持股在7%的时候 因为协议转让这种方式 它通常是一个一对一的整体的一次性的转让 而对于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它是可以很容易的精确到股的 对吧 精确到你的具体的1%这样的一个比例的 所以在这里 在以后你在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交易的时候 那就是在7%的基础上继续向上增 增减5%的整数的时候 也就是说7%再往上增加到5%的整数倍 那就是10%到10%的时候 你需要进行披露 所以在这里面需要披露的时间节点 第一是7% 第二是10% 好 一定要注意这里协议转让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之间在权益披露时略有区别 答案选B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恰恰就是前面这道题的相反制度 假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 取得了上市公司7%的股份 然后又通过协议收购增持5%的股份 那这个时候它公告的实点是什么 我们说集中竞价是能进去到5的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第一个披露时间节点 就应该是5%对吧 就是在5%的时候 那再向后 当它逐渐增持到7% 然后一下子又通过协议收购的方式 增持了5% 这个时候是要在10%停下来 还是要到12%呢 一个道理 你前期的基数是7% 协议收购一笔过户完成5% 这个时候不能给它停下来 认为的分割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7%加5% 到12%的时候再进行披露 这就是集中竞价和我们协议收购方式时 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 对于权益披露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不同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C 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当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 以发行有表居权的股份达到5%以后 再通过证件交易继续增加或减少 持有有表居权股份时 需要进行相关的书面报告和公告 那么特别是在这里 每增加减少一定比例的时候 需要按规定报告公告后 可能还会要遵守在一定时间内的 禁止交易的义务 那在这里这个比例指的是多少 5%对吧 也就是说当你持股达到5%以后 每加减5%的时候 你要报告公告 好 这道题答案选B 再看这样一道题 当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 以发行有表居权股份5%以后 再通过证件交易增加减少相应股份时 应当按照规定只是需要进行通知和公告 这里和前面一道题相比到它的义务就不一样了 对吧 我们前面一道义务叫报告并公告 这里是要通知和公告 但是不禁止转让 这个时候对它这个比例要求是多少呢 是1% 也就是当你持股达到5%以后 每增加减少1%的时候 必须要进行公告一下 但是不禁止你的后续继续交易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A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价里更像中 属于应当编制 详实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我们讲编制 详实权益变动报告书呢 说要么你是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控人 持股达到5% 没到20% 要么当你持股达到20% 会超过30% 在这段时间 不管你是不是第一大股东 都需要编制详实权益变动 所以我们看这里的选项A和B A和B它都不是第一大股东或实控人 持股比例也没有达到20% 所以A、B两个选项 它编制的应当是 检视权益变动报告书 这道题答案选C和D 接下来看一下要约收购的程序 看一道跟时间有关的题 实时要约收购的收购人 在收购期限届满后的一定期间内 应当向证交所来报告收购的情况 那根据规定该期限是多长 也就是说你收购期限届满后 多长时间内向证交所进行汇报呢 我们要求的是15日 15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来报告收购的情况 再来看下面一道多简题 这道题同样问我们关于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相关表述 A、上市公司收购要约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 既然你叫要约收购 那就是针对所有股东提出的要求 但是考虑到股份我们有普通股和优先股 所以可以针对优先股设定不同的收购条件 这是可以的 B、收购要约确定了收购期限在30和60天之间 不得少于30不得超过60 当然我们讲过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出现竞争性要约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延长要约收购的期限 C、预售要约的股东在要约期限届满前 三个交易日内不可撤回对于要约的预售 预售实际上就是我准备把我的股份卖给你 那么我可以反悔 但是反悔你这个期限截止到收购期限届满前 三个交易日内就不能反悔了 或者说在这个之前你是可以反悔的 B、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收购行为完成后的18个月内一律不得转让 错在一律上了 原则上是不允许转让的 但是如果是一致行动人对于该上市公司进行收购 换句话说这个股份是在同一时控人之间相互转让的 是不受18个月的限制的 因为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对于持股股东的持股比例的认定 所以这道题表出正确的是选项ABC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上市公司的收购程序 A、收购要约的期限不得少于30天 不得超过6、50天 这里说90就不对了 B、要约收购人做出公告后到要约收购期间借满前 不能采取超过要约规定以外的形式和条件 来买入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这样才能保证对全体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东的公平 C、收购要约期限借满前15日之内收购人是不得变更的 那在15日之前是可以变更的 但是我们说了变更要约 你不能以变更这种方式来行取消之时 你不能降低价格缩减期限或缩减数量等等 也就是说只能向上变更 所以选项C错在这了 D、收购期限借满后的15日内 收购人应当向有关机关来报告收购的书面情况 向谁来报告 是不是向被你收购的公司呢 不是 向证券交易所来报告 所以说这道题表述正确的是选项B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同样是关于要约收购的表述哪些是正确的 A、在要约收购期间 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不允许辞职 保证被收购上市公司的稳定性 B、在要约收购期间 借满前三个交易日以前 预售股东是可以办理撤回要约的手续 是对的 我们说三个交易日以内是不能撤销预售的要约了 那三个交易日以前是可以的 C、在与要约收购方式的 收购人做出公告或到收购期间借满前 这段时间是不能卖出被收购公司的股票的 D、那收购人可不可以在交易所外来求购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呢 不行 不能采取超过要约规定的形式或条件来收购被收购公司的股份 所以这道题表述正确的是选项A、B、C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选题 同样考核的是关于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表述 A、收购人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 不得地于要约收购提示前公告日前六个月 收购人取得该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这是对的 要记住 就是你要约收购的时候 要比这个收购人他取得该股票的最高价格还要高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要约价格不得地于提示行公告日前三十个交易日 该东股票每日加钱平均价格的算数平均值 这一点大家注意我们叫原则上不得地于 如果要约收购的价格真的就低于这个价格了 需要聘请专业的财务顾问对他进行解释说明 所以选项B表述不准确 C、收购要约提出的各项收购条件 要适用于被收购公司所有股东 当然我们说了 针对优先股股东可以有特别的规定 这是对的 D、收购人可以编更收购要约 那么这有收变更要约的时间上的要求 对吧 我们也有内容上的要求 内容上呢 你不得变更要约 假借变更要约来取消 比如说你要降低价格 降低数量 缩短期限 这都不可以的 所以这道题表述正确的是选项A和C 再来跟这样一道单选题 同样是关于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表述 A 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 预定收购的股份比例不低于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 也就是说你要想谈到是对上市公司进行收购 那你这个股份数就有一个比例 最低不得低于5% 否则你说我买一个上市公司 100股的股份 我叫不叫对上市公司收购啊 那不叫 我们有一个起步价是5% D 采取要约收购方式的收购人做出公告 至收购期限借满钱可以卖出吗 不可以 已经强调多变 C 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内 收购人可以变更要约吗 变更是可以的 但是在期限借满前15日内是不可以的 所以选项C的表述不准确 D 如果B收购公司的股东预售股份的数量 超过想要收购的股份数额 是不是必须要全部买呢 不是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买100万股 现在你们想要卖的总数达到了300万股 这个时候我作为收购人就按比例来收购 保证我收购100万股 保证每个股东都是以公平的比例 统一的比例来对我进行出售 这就可以了 而不是必须要全部预售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选项A 接下来看一下强制要约制度 强制要约制度是指当你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 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 既需要再增值它的股份 就必须要采用要约的方式 也就是说在达到这个比例之前 你可以通过协议或通过其他方式 但是一旦达到这个比例必须要强制要约 那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我们都知道30%对吧 当你持股达到30%以后 继续再收购就要发出要约的方式 再看下面这道题 同样也是一个比例题 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持有权益的股份 超过一定比例以后 如果继续增加 不影响该公司上市地位 这个时候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上市公司持有的股份 已经达到了一个比例 再继续增加 一不影响你作为这样的一个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二又没有因为你持有的股份太多 而导致这个公司不符合上市的条件 那只要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就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那这里的比例是多少呢 50% 这也是我们所讲的 这一个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绝对控股的底线 也就是说当你持股达到50%以上的时候 只要你继续增持不会导致该公司上市地位受到影响 比如说公开发行的股份是低于法定比例了 只要没出现这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你在收购的时候就免于发出要约了 因为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答案选B 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上市公司收购中投资者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我们在技术经济是给同学们介绍过 基本上都属于在被动的情况下 投资者成为了持股达到30%以上的股东 比如说看现象 我现在持有的是优先股 本来我这个表决权 拥有的在表决权的股份应该指的是普通股 对吧 我持有的普通股的股份数其实没有30% 但是我还有一部分优先股 但是尤其你累计三年或连续两年没过分 导致我优先股的表决权恢复了 这个时候我把它和普通股加在一起 就会导致我持有公司的股份已经超过30%了 这个时候你说我能发出要约吗 我向谁去发出要约 对吧 我是被动的使优先权恢复了表决权 优先股份恢复了表决权 才使我的持股比例超过30% 所以这个时候就免于发出要约 B 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持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会超过已发行30%的 从上述事实发生之起的一年后 大家注意一年后 每年增持不超过2%的这一部分是免于发出要约的 C 在上市公司中持有权益的股份达到超过50%以后 继续增加不超过 继续增加不影响它的上市地位的 这个时候免于发出要约 B 因继承而导致持有的股份超过30%的 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发出要约 对吧 受要约人是谁呀 所以说在这道题里 ACD 都是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选项B 表示错误 再看这样一道多选题 这道题同样考核的是 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进行收购 这个知识点也是同学们的 技术进展是学习 可能会感觉相对来说比较困惑的 A 经纽关政府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的划转等等 导致投资者股份占比超过30%的 我本来持股就是10% 结果这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国有资产这一部分被划走了 那导致住的资本减少 那我的10%一下就上升到30%了 这个时候我是被动的 对吧 免于要约 免于发出要约 B 因上市公司按股东大会批准的确定价格 像特定股东回购股份减少股本 而导致投资者持股超过30%了 道理实际上跟A选项是一样的 都是免于发出要约 C 在上市公司中持有权益达到30%以后 自该事实发生之时起的一年以后 每年增持不超过2% 这一部分我们同样是免于发出要约的 这是一种小额交易的豁免 B 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 本次股份转让是同一时控人之间进行转让 没有导致时控人员发生变化的 这个时候它不叫免于发出要约 它叫做免于以要约收购的方式来增值股份 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区分开 我们所讲的免于发出要约的前提 这是一种要约收购 这本来应当属于一种要约收购 但是你在特殊情况下免于发出要约 而这种情况它指的是免于以要约收购 就是要约收购这种方式 你都不用来以这种方式来收购 这是这句话 也是选项D所指向的一个含义 也是我们同学们在学习中 竟然会感觉到有所困惑的地方 要把它区分开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下列个项中属于投资者 可以免于发出邀约的 同样是这样像类似的考点A 上市公司面临严重财务困难 收购人提出说我要对你进行重组 而且这个重组人作为收购人 也承诺三年内不准让其他公司中 所持有的权益 这个时候大家记住 它不是免于发出邀约 它是免于以邀约方式进行收购 因为这种情况下 你不用发出邀约收购 不用触发邀约收购这种情况 你只能和特定的收购人之间 进行这种交易 所以这个时候不用发出 又不用以邀约收购的方式进行收购 所以它不属于免于发出邀约 学校B 因上市公司按股东会批准的价格 向特定股东回购股份减少股本 而导致投资者持有股份超30%的 免于发出邀约 前面说过了 C 因履行约定购回式的正前交易协议 购回股份导致持股的权益超过30% 而表据权在这期间也没有发生转移的 就是我现在把我的股票卖给你 但是这段时间表据权还在我这 这里通常指的是你作为持股者 和正前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 我把它卖给你获得资金的融通 然后约定的时间内我在拿钱把我的股份 从你那里赎回 而在这段时间表据权一直都在我这里 没有转移到收购方那个证券公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同样属于免于发出邀约的情形 经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 投资者取得的新股 导致其持股超过30% 但是其承诺三年内不转让该股 而是股东大会同意的 这个条件是最多的 那这道题里证据的答案就是BCD 接下来看一下特殊类型收购 看这样一道选择题 这道选择题实际上是一道定义式的考题 收购人在证券所之外 通过与被收购公司股东之间的协商达成协议 受让他所持有的股份 借而完成的收购 这种收购叫什么呢 我们把它叫做协议收购 所以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协议收购在进行权益披露的时候 他就有自己特殊的规定 他还选B 再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关于协议收购的表述 A 以协议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的 自签订收购协议企业到股份完成过户的中间这段时间 是上市公司收购的过渡期 这是对的 B 在过渡期内收购人绝对不得通过控股东提议改选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吗 不是 我们一般在法律上 尤其在我们做协经济法案里面讲绝对的一般都不对 我们这里讲收购人一般是不允许改选 如果改选来自于收购人的董事 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所以选项B表出错误 C 被收购公司不得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这是对的 B 收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为经常对公司的负债 没有解除对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损害公司权益的其他情形的 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应当对前述情形预披露 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公司的利益 这种表述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表述错误的是选项B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特殊类型收购中的管理层收购 所谓的管理层收购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天高 他们对一个上市公司进行的收购 我们在技术经济中说过 我们要考虑平衡两方面 一方面他们收购自己上市公司可能更有利于经营 但另外一方面又要避免他们利用自己的董天高的地位 来损害股东的利益 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制度上的设计 被收购上市公司应当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以及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应当达到或超过二分之一 就是大于等于二分之一 这是对的 这都是特别的制度要求 B 公司应当聘请符合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来提供资产评估报告 这样才能保证你这样一个股权收购过程中对应的资产部分没有被低估 C 该次收购应当经董事会非关联董事做出决议 比如说我董事现在要收购上市公司的收购上市公司 那么一部分董事收购 那么你就要由非关联董事 就是其他不参与收购的董事做出决议 而且要取得过半数的独立董事同意后吗 不是 这里很特别 我们要求的是三分之二 这个比例要求是比较高的 三分之二以上的独立董事同意后 再股东大会审议 那么由于董事会中的读董已经过三分之二了 这个时候在出席股东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的时候 只需要过半数通过就可以了 这是全书中不太多的三分之二和二分之一的组合 我们有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组合 这个比较多 对吧 像我们在重组的时候 像破产法中所讲的一些重组方案表决的时候都有 我们有双三分之二的表决 我们有双二分之一的表决 但是这里是三分之二和二分之一的 这样的一种搭配是比较少见的 要注意这个选项它表述错误 D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前应当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 为其出具专业意见 意见应当一并预议公告 这道题答案选C 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又重新重问了一下我们的相关的考点 就是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中 对于独立董事表决的比例 我们说独立董事表决需要交三分之二以上 答案选C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这里更像中可以成为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收购人的 也就是说你作为管理层收购到底谁是管理层 董事可不可以 高管可不可以 董建高都可以 那这里还包括上市公司的员工 所以说选项ABC的表述都正确 我们来看这样一道多卷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特殊类型收购中的另外一种特殊类型收购 叫做间接收购 我们所讲的收购前面所讲的都是对上市公司的直接收购 对吧 无论你是普通的收购还是管理层的收购还是协议收购 都目标直接指向的是上市公司的股权或控制权 而这里的间接收购它有可能是并不直接指向你的上市公司 但有可能指向上市公司背后的母公司等等其他主体 借而间接控制该上市公司 看下面的表述 A某个收购人不是上市公司股东 但通过协议安排方式 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5%未超过30%的 也应当进行权益的预警披露 也就是说我收购你 我不是你上市公司的股东 但我可能我通过控制你的母公司等等 能够控制你5%未超过30%的这样一部分的股份 这个时候也需要对这个人进行披露 B间接收购也要遵循强制要约收购的规定 也就是说达到30%以后 你作为间接收购的方式实际控制达到30%以后 仍然要发出全面要约收购 C间接收购中收购人往往是实际控制人 这是对的 这是教材中的原话 D上市公司实控人及受其支配的股东 附有配合上市公司进行披露 披露什么呢 披露实控人发生变化的信息 也就是说上市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了 那你作为上市公司实际上是应当履行 这样你有披露义务的 那这道第一选项ABCD的表述都正确 接下来看一下重大资产重组的界定和要求 重大资产我们分为普通和特殊两种 这道题考核的是关于普通重大资产重组的界定 我们说普通重大资产重组就是三个50% 对吧 第一就是营收50%以上 这里购买或出售 这个前提我们就不讲了 第二是资产总额的50% 那第三就是资产净值 那资产净值50% 然后同时要达到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说选项C和D放在一起 选项D的表述是正确的 C是错误的 这道题答案选C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上市公司普通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之一 是跟资产净额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和数字 再一次重复提醒一下 这里我们要求资产净额在50%以上 那么它的要求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所以说这道题答案选A 接下来再看一下特殊重大资产重组 提到单选题 上市公司是控制前发生变更支起的一定期限内 向收购人及关联购买资产 这就构成借客上市的 需要证件会来核准 也就是说你直接上市很困难 这个时候我先买你个壳 然后用你这个壳来买我的资产 把我的这样一个资产就注入到你的上市公司里了 这就叫借客上市 那在这里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期限是有要求的 就是10年发生变更之后的36个月内 向收购人及其关联购买资产 就构成借客上市 答案选C 再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的考核的就是关于借客上市特殊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界定 我们说特殊的重大资产重组 我们就是4个100% 对吧 那么其中的前三个的分母 和我们前面普通重大资产重组的分母是一样的 包括资产总额 净资产额和营业收入 那这里它只是多了一个发行股份的100% 好 这是我们简化的说 比如说看选项A 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 占上市公司首次项收购人及的关联购买资产的 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股份的比例达到100%以上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 同学们要把它熟悉 这是一个股份的100 那接下来是购买的资产总额 占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100% 这也对 选项C 为购买的资产所产生的营收 占这个营业收入比例达到100% 也是 再看选项D 资产净额 资产净额占100% 这也构成借客重组 但是如果你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或营收或股份等 没有达到这四种情况 没有达到100% 但是主营业务发生改变了 比如说这里 虽然你的占期末的净资产额 没有达到100% 但是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这个时候同样视为借客重组 也就是说把它认定为特殊的重大资产重组 所以说这道题选项ABCD都走去 接下来看一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和重大资产重组的程序相关考点 看一道单选题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对于发行价格的要求是什么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这是它很常见的一种方式 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实控人的控制地位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业务的转型 我也有可能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这种方式构成特殊的重大资产重组 好 那在这里 只要你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价格的要求是什么呢 获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好 那这是对的 那市场参考价怎么来界定呢 市场参考价就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 60 120 这样的三个标志性的交易日的均价之一 作为市场参考价 好 所以在这里选项BCD的表处都不准确 这道题答案选A 来看讲一道多简题 下列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中 特定对象转让股份限制的表述正确的有 A 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份 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不是的 我们讲一般来讲的是12个月不得转让 但是有特殊的三大类情况是36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一类就是通过收购 通过认购本次股份取得实控权的 我们要求36个月 第二 本身你这个特定对象 就是已经是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 我们要求都是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所以B对 D错 C 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股份时 因为这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那么我都以为特定对象 我就先会有资产 而如果你取得这个资产的时间不足12个月 那这个时候 你本次认购的股份 用这个资产认购的股份 持有的时间就是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推定你有可能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发行股份 而这个 仓芒间 急促间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资产 只要你资产获得的时间不足12个月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你通过这种资产认购这个股份的行为 而借而获得的这个股份呢 要求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正确的答案是选项B和C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表述 正确的是 对于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进行决议 我们要求的是三分之二多数决 这样的一件大事 那么作为股份公司就是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答案选B 谢谢大家